前前盛世 这历史上有记载 从顺治开始 接着是康熙 永振乾隆 家前都非常认真 万神殿 用这一部经做功库 这皇上带着大家一起念 那 古德 恭天真俗 真知 清明 这道小谷 皇上有智慧 皇上有得心 皇上出的真念 不是说这是我说的 这是圣人说的 这是祖宗说的 这是佛说的 大家没话说 如果你说是我自己说的 没人相信 尤其他们少数民族 进入中国 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家 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家 他不是我说的 祖宗说的 中国人尽祖宗 神人说的 菩萨说的 没有一个不服 怎么会把中国统治得这么好 怎么会把中国统治得这么好 我们要多想想 所以 彼时 大家都知道 都能够 互相劝解 朝野相安 一百五十年的盛世 在中国历史上 超过 正观开元 超过汉朝的文经之职 那就是 这些皇帝 他认真学习 真感 经常邀请 如是道 这些高人 到宫廷里面去讲学 一些重要的资料 他们用的讲义 收在四库全书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这些学在这宫廷里面 讲些什么 怎么讲的 我们看了 不能不佩服 所以 建国 军民 教学 危险 从过人来讲 安身 立命 教学 危险 修身 其家 教学 危险 治过 平天下 还是教学 危险 未经许 教学 学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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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